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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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抵到了燕池物的胸口 燕池物自知自己败了 他丢下手中的剑 毫无俊色地迎上几横冰冷的眼眸 老子输了 要杀便杀 老子要是皱一下眉头 老子便不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不过 即便是老子死了 老子也会在黄泉之下保佑小九的 看着燕池物一脸慷慨就义的嘴脸 鸡横咬了咬牙 努力让自己那颗长满仇恨的心平静了下来 燕池物 若是你求我 我或许会放过你 你求我吧 燕池物 你求我啊 求你 燕池物不屑地抽了抽唇角 想要老子求你 鸡横 你还真是会做梦 老子即便是死 也不会求你这毒妇 燕池 随着一声愤怒的大叫声响起 鸡横手中的利刃猛蹲 往燕池物的胸口便刺了过去 燕池物闭着眼睛 静静地等待着死亡 小九 老子又要失言了 只怕老子没法陪着你和滚滚了 眼看着燕池物就要死了 正在这紧要关头 只听咔嚓一声响 鸡横手中的利刃断成几结 听到断剑的声音 燕池物猛地睁开双眼 就看到鸡横的身上 正急速跌跌撞撞地往后推去 看他后退的亮相步伐 像是被人狠狠重打的一拳四刀 鸡横被重力逼退竖杖开外倒地 他身体向后倒下 落地后他侧过身猛吐了几口鲜血 他抬起眼眸 就看到一袭白衣黄沙的连颂从天而下 连颂轻咬着手中的折扇 走到燕池物身边轻笑道 你可是新任的魔君 如此轻易死去 这仙魔两族的太平可还要了 三 三殿下 燕池物有些吃惊 他和连颂素无交集 这连颂为何出手救他 出于相救之恩 燕池物站直身体 对着连颂拱手道 多谢三殿下今日相救之恩 看着燕池物甚是郑重地向他道歉 连颂不禁清澈唇巧 露出一抹甚是好看的笑容 难怪这燕池物既任魔君 仙族人人欢喜呢 他这脑子 也不想想 就凭他这一根筋的脑子 自然是魔君最好的人选 这若是换个人既任魔君 直不定又是心思极多之人 可就不如他燕池物好控制了 不 是好懂 还谢谢他连颂 只怕是他连颂 谢谢他燕池物不死才好呢 无需如此客气 小燕魔君 我仙族与女魔族也算是同系连之 共守着八荒六合之中的太平 既然今日本殿下撞上了 出手救你也是分内之事 你无需言显 连颂温侯的眼眸 打量着燕池物 三天想 你怎么会来得如此及时 燕池物的眼中有些疑惑 本殿下自然是路过 连颂轻笑着摇着他手中的折扇 待我灭了击痕 再与你说 连颂 转过身去 与击痕所在的方向看去 可哪里还有击痕的影子 连颂猛的一盒手中的折扇 既然让他跑了 着实是我大意了 三天想 你可是刚救了老子 既然到了这里 你随老子去我魔族 老子定好好款待你 燕池物看着击痕跑了 他也没有过多的追问 他向来仗义豪爽 自然想要感谢出手救他的连颂 小燕魔君 今日就算了吧 我还要去追击痕 改日我定去你魔族 到时你再好好款待我也不吃 这顿酒你便先欠着 你看可好 连颂依旧微笑看着燕池物的眼眸 也好 眼下着实不是该饮酒取乐的时候 这击痕几日不见便如此厉害 想来他从渺落那里 定是得到了不少好处呢 燕池物一脸严肃地说道 三天想 若是渺落有异动 需要我魔族出力的 你定不要客气 那是自然 连颂的声音 甚是温和悦耳 小燕魔君 眼下你还是尽量少出魔族为好 你魔族可不能再死人了 守好你的魔族 绝不可让击痕 有击可乘 若是你有事情 随时可向我先祖开口 本殿下定尽全力帮你 多显三天下 燕池物一脸感激地看着连颂 如此 本殿下便告辞了 连颂对着燕池物拱了拱手 燕池物对着连颂也拱起手来 三殿下 你记着 老子欠你一顿酒 本殿下就爱饮酒 这是本殿下定是忘不了的 与毕 连颂周深划光一闪 便消失在燕池物的面前 在回去的路上 连颂一直在磨一件事情 帝君为何要他盯着燕池物 难道帝君算出七横会去找燕池物 可帝君似乎没有跟他提过七横啊 帝君什么时候开始对燕池物这般友好了 帝君那日跟他说起此事的眼神似乎有些复杂 连颂皱着眉头在脑海中 回想着帝君那日的眼神 那眼神可不讲是为了先磨两族的太平 似乎是与小帝后有关 难道燕池物知道小帝后的下落 连颂猛的一盒手中的折扇 是啊这燕池物和小帝后在一同掉入繁英谷的时候 便成了好朋友 想来帝君让他盯着燕池物 定是帝君察觉出什么了 可帝君又是从何处得知燕池物知道小帝后的下落呢 连颂琢实想不明白 看来他得去很好问问帝君才是 不过今日倒是有些可惜了 若是燕池物这个呆货不跟他客气的话 这击衡定是跑不了的 此时从连颂面前有幸逃脱的击衡 这一脸心有余悸的喘息着 所幸他跑得够快 否则大仇未报 他便让连颂给抓住了 一旦要连颂抓住他 他可是必死无疑的 哼燕池物算你走运 可你能逃过今天 你定逃不了明天 我姬衡杀了你 还有清秋的白凤酒 姬衡躲在离妙玉渊不远的一处隐秘的山洞之中 东华帝君虽然时常来妙玉渊 看上一眼渺落 可他已经将帝君的行踪摸了个头 只要帝君来他便远远的躲开 待帝君离开他便又折返回来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话果然不假 苗洛就要脱困了 他击衡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说起来他也算得上是苗洛的恩人 盘鸡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的击衡 开始为自己撩着伤 连颂的修为果然厉害 他只一掌 他便差点没有撑住 若是他再来晚一步 他便可将燕池物杀了 可恨的连颂 着实可恨 正在姬衡痛恨连颂之时 只见眼前红光涌动 苗洛的幻想从红光中走出 他冷眼盯着姬衡道 你受伤了 苗洛 你究竟何时才能脱困 姬衡将燕池物气得余怒未消 又被连颂打伤 他见到苗洛自然没有好语气 又加上苗洛似乎从来都不发脾气的 至少他还是这么认为的 所幸他便质问起苗洛来 可知我今天唱点命丧连颂之首了 怕 姬衡的话音才落 苗洛便甩给了他一记甚是响亮的耳光 这一耳光将姬衡打懵了 姬衡用手捂着脸 眼中泛着眼颖的泪光 他甚是委屈地盯着苗洛 横横道 我将原神与你为奴 苗洛你 你竟然 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重重地打在姬衡的脸上 苗洛面无表情 言语冰冷地盯着姬衡 既然知道你是我的奴仆 便该有奴仆的样子来 本尊的名号 其是你随口便可叫的 苗 不 魔尊 姬衡不 不敢了 姬衡看着苗洛的眼中 晃动着一抹撩人的寒冷 他瞬间觉得害怕了起来 他虽然是魔俗的公主 续养的妹妹 可即便是他的哥哥续养 见到苗洛也是得尊称一声魔尊吧 是他造词了 这么多天他叫苗洛叫顺口了 一时忘记了改口 可转念一想 这似乎有哪里不对之处 为何他之前叫他苗洛 不见他如此生气 为何这次他却发怒了呢 魔 魔尊 你还有多久可以脱困 姬衡的身体有些发颤 被苗洛连甩了两个巴掌 他突然有些惧怕了起来 脱困 这两个字出口之时 苗洛可是 拖着怪异的腔调说出来的 哈哈 苗洛仰脸一阵大笑 大笑过后 苗洛的幻想往姬衡一点点走近 本尊随时都可以脱困 姬衡可知本尊为何一直都不离开 妙已冤 姬衡一脸蛮人的摇摇头 姬衡不知 你当然不知了 苗洛来到姬衡面前 伸手一把抓住姬衡的下巴 脸上露出一抹冰冷的笑意 因为之前你的愤怒还不够 如今你这般愤怒便是够了 带本尊恋化你的原神 便可脱困 哈哈 于毕 苗洛一把甩开姬衡的下巴 他仰头大笑了起来 他那张狂放肆的笑声中 有着毁天秘密的恨意 姬衡突然有些后悔了 苗洛眼前的样子 让他畏惧害怕得要命 他不知道他的原神被他恋化以后 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苗洛冷眸扫了一眼姬衡 他那双桀骜的毛子 仿佛一眼就看穿了姬衡的心 怎么 你害怕了吗 姬衡 你是在当心本尊恋化你的原神以后 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只要你乖乖听命于本尊 你便阿豪 本尊不会轻易让你死的 你这原神本尊也只是拿来用一下而已 会还给你的 再说了 本尊还要 说到这里 苗洛突然住了口 姬衡大气也不敢出一下 他眼神切切的盯着苗洛 魔尊你真的会将原神再还给我 本尊像是会骗人的人吗 苗洛的脸色看似平静 可他这平静之下究竟尝着什么 姬衡可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不 不是 姬衡弱弱的回了句 这便是了 苗洛再次来到姬衡的眼前 伸手摸着姬衡的半张 被他打红的脸道 你想要杀谁 带本尊出去定会如你心意 只是本尊不喜欢在本尊面前造刺之人 吉衡 若是你再敢造刺 本尊定不饶了你 不不 吉衡不敢了 吉衡眼中立马浮现出一抹惊慌 他本以为 苗洛并不怎么可怕的 可如今他却发现 他着实是看错了苗洛 很好 苗洛放开吉衡的脸 转身背对着吉衡 向前走了几步 当他和吉衡拉开一些距离之后 便停下脚步 转眼看着吉衡 他那双煎熬不驯的眼眸中 带着一抹似笑非笑 似冷非冷的神情 他就这么静静地打量着吉衡 吉衡被苗洛看得大气也不敢出 他意识有些手足无措了起来 吉衡努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镇定下来 可他眼中的惊慌却是藏不住的 看着吉衡的模样 苗洛清澈了扯唇角 他的脸上露出一抹较为明显的浅笑 你果然是本尊所需之人 心够狠够黑 若是你能打度过本尊 本尊定会被你锁灭 不过本尊不惧这些 反正也没有谁能面得了本尊 苗洛的话让吉衡双手紧握 他低垂着眼眸 不敢看下苗洛 也不敢接苗洛的话 他在他的面前似乎没有秘密可言 他着实可怕 吉衡看似低眉顺眼的怯懦之下 他在心底深处 对苗洛起着隐忍的恨意和怒意 甚至还有一些杀意 苗洛打量着吉衡 看似顺从的嘴脸 不禁清扯了一下唇角 他冷眼灰起一抹浓重的红色滑光 这滑光将吉衡牢牢的笼罩在其中 瞬间四股的疼痛让吉衡想要尖叫 可他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只见在红光笼罩之下的吉衡 满头大汗淋漓 他的脸色惨白无比 像是难受极了 他的光影开始虚幻着幻动 从他的头顶处飘出一团隐隐的光运 正在往苗洛的双掌中混聚而来 苗洛为闭上双眼 他满脸浮现出盛世享受的神色来 待他过极横的大半元神站来 他便可脱离妙意冤的束缚了 东华 我就要出来了 你可有想过 我可见他人的暗黑元神脱离你的雄径 东华 你不该动情的 自从你动情的那一刻起 你便再也不是曾经无欲刚刚的那个东华了 几万年的束缚 却因你的春心动荡而崩塌 东华 你让我一念成魔 我定会让你余生都活在痛苦中 我定亲手毁了你的挚爱 让你尝尽苦楚和煎熬 东华 你我相识多年 为何你的眼中从来就没有过我 我定亲手刨出你挚爱的心 好好瞧上一瞧 为何他能将你拉下着滚滚红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